我到台湾去演出发现一个问题 小哥哥也挺温柔 怎么啦怎么啦你到底想怎样呢 我的爸解放台湾真的没问题 派城管去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传出一个大事啊 就是服役于2007年的共军093型核潜艇 在台湾西南部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 疑似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核潜艇上的官兵全数罹难 但中共目前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就跟当初处理秦冈的态度差不多 那这件事情被很多军事迷发现 原因是前几天啊 这些军事迷网友得知 从这个地图中啊看到了这个 海南救112的这个图有没有 那这是一艘打捞船 没多久就出现更多的打捞船 而周边也出现了众多的直升机 那明显就是一个救援活动 但是不是救这个潜艇 不知道有可能是救别的东西 而中共没有给出这个消息 正常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在打捞在救援的话 应该会对内报道对吧 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 不管是民的军的发生了严重的事故 但中共没有这个报道 所以让很多人在猜测 一定是有一些机密的事情 所以你不报道对吧 那甚至啊有朝这附近在行驶的 渔船或是商船啊 从无线电听到一些求救的讯号 那为什么大家会合理怀疑这艘就是 共军的093型核潜艇呢 因为前几天啊这艘船船 从澎湖的外海附近经过 加上中共最近也在周边军演 而来台湾的军方啊前几天被记者提问 也说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 美国那一方也没有这么说 所以中美台三方皆为说明 但这也不能代表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假的 或一定是真的 毕竟这种事情的层面非常的复杂啊 像是去年中共气球飞到美国 但是美国军方也是快等到它飞出 近然后被媒体大量的报道 美国才承认且极弱 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 美国应该有它自己的盘算 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观察 8月21号 咱们伟大的圣上啊 出访了南非参加了金庄五国的峰会 看他如履薄冰的走下飞机啊 非常的腼腆可爱 但是隔天的重要会议啊 唯独圣上缺席了 圣上早就到了会场 但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缺席呢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次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共军潜艇发生的事故 然后可能在骂人 你们应该怎么处理啊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再说这件事情 有可能啦 那不然怎么解释 非洲各国的圣上啊 非洲的圣上都已经到场参与了 你却大老远的从中国来没有公开露面 有点奇怪 我们还可以从以前的例子来观察 在2003年的4月16日啊 胡圣上时代啊 中国海军361潜艇也发生同样的事故 舰艇上70多名官兵啊 罹难 但中共一开始也矢口否认 直到5月2号 中共党媒跟前圣上才发文 公开表示哀悼这件事情是真的 而那一次也非常搞笑 中国海军361潜艇在结束任务之后 返回青岛威海基地的同时啊 发生的事故 这个事故发生的点啊 在很多渔民会经过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潜艇在没有威胁的时候 会露出一截 是观望的 是可以打开的 是可以从海上来看一下状况的 这么样一个的设计对吧 当地的渔民就发现 为什么这艘潜艇一直在那个地方 露出那一个头 两天了三天了 都在同一个位置 他们就觉得有点诡异啊 怎么可能潜艇会一直在那个位置都不动 但几天之后啊 中共的军方才姗姗来迟的救援 那为什么深深来迟呢? 因为这艘潜艇是静默训练 必须切断所有的讯号 所以当时的中国渔民啊 都看在眼里 包括这个潜艇发生的事故 包括中共的军方去救这个潜艇 去打捞这个潜艇 对不对? 所以很多渔民 那个时候就在传这件事情 然后传回青岛大家都在传 但是中共却失口否认 而当年2003年发生事故的潜艇啊 它是柴油发电的 那柴油发电啊 会消耗 箭体内大量的氧气 所以啊你必须上浮 把上面那一个 观测的那一个突出物 露出海面 再打开可延伸通气的这个管道 然后你再进行换气 你再进行发电 大概是这样的操作 但一是里面这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故障啊 让这个外面的空气没有办法进来 然后里面的氧气又被大量抽走 仅仅两分钟啊 舰艇内的氧气全部被抽光 人全部都A死了 那当然啊 现在有一位台湾的退役前舰长 发文指出 中共的093型商级核线岭 他7000多顿耶 怎么可能会走台湾海峡啊 要搁浅也不是他搁浅吧 那台湾海峡平均深度 我刚查了一下啊 在50公尺左右 最大深度在1000多公尺 所以这个台湾前舰长的意思就是 如果共军走这边的话 共军真的是智障 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走这边 但我发现中国的潜艇基地青岛 青岛旁边就是这个黄海嘛 黄海的平均深度也才44米 比台湾海峡还低啊 而他的最大深度也只有140米 虽然再多出去一点 有370多米的这个平均深度 相对而言比台湾海峡的环境好一些啦 但说实话 跟太平洋台湾东部海域比起来啊 黄海跟台湾海峡 对于中共潜艇的环境都是极其的差 所以中共拿下台湾之后 能大幅改善共军潜艇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 对吧 一定会把花冬变成对抗美日第一军事基地 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他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深海 那美国日本追踪这个中共的潜艇去哪了 去第二岛链了 去第三岛链了 去哪就会非常的困难 甚至可能开到了这个加州也有可能啊 所以说到这里必须公正的说 虽然这次的消息啊目前没有被证实 但事后即便哦即便哦真的出事了 我们也不要学小粉红那样嘲笑他国军队 毕竟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看几率的嘛 你出勤的次数越多 你风险自然越高嘛 打个比方 你一年开车出去一次跟你天天开车出去 虽然你天天开车出去是个老司机了 但你发生事故 你发生故障的几率 跟一年开车出去一次比起来 哪个风险高一定是天天开车出去的这个人嘛 对吧因为他天天出去他的几率有365耶 你的几率只有1耶 那如果你刚好出去那一次没有那你就是百分之百 那如果他这365天出去有一次两次 那他发生事故的几率是不是比你高 对吧而这一两次如果又被媒体大肆的宣传 那是不是大家会觉得 哎呦你这个老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每次你开车出去都撞 你看另外一个先生他开车出去都没有被撞 殊不知他一年开一次啊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啊 哪像小粉红天天笑美国 台湾日本印度 啊哪哪哪你又摔飞机了 哈哈哈哈台哇哇摔飞机哈哈 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 你出任务的次数越多 你发生的风险就越高 你不想出事很简单啊 你就都不要飞啊 对吧哪像你们即便出事了 还天天隐瞒自家的消息 比如说你们这个共鸡啊 这三年坠毁的次数也是蛮多的 去年前年大前年在中国境内就坠毁过好多次了 你们只承认其中一次 为什么你们会承认那一次 因为那一次刚好掉在镇上 镇上的人太多了 而那个士兵有跳伞成功 所以啊他有跳伞成功 你们就可以宣传他是正能量 中国士兵训练快速 跳伞成功爱党爱国 所以他可以拿来变成正能量 但其他就是全部都S了 你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转成正能量 还有另外两次是直接坠毁在这个偏乡的河道 对吧虽然这个人口没有城市或是镇上的人这么多 但也有很多在这个桥上 在周边钓鱼的民众 都给拍下来都给录下来 我前年有分享过这个影片 对吧?但是在你们墙内 你们马上把它删帖封号了 当时必须在YouTube上在推特上 才能看到这条影片 所以你们就屏蔽消息啦 为什么我们跟小粉红说 你们共军坠机的次数也是蛮多的 小粉红都不知道觉得我们在造谣 因为他们自己消息都被给屏蔽了 对吧?而前年中共试射东风飞弹四颗 四颗里面的两颗还打到自己广西山区的农村 你们也封锁消息不给报道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不能掩盖的呢? 发生事故不丢脸 丢脸是掩盖事实 让受难者家属得不到公道 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因为你根本就不承认这件事情 像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不是有个中共的退伍老兵打电话去投诉 为什么他曾经参与过八九六四的镇压 至今却没有拿到相对的退伍人员待遇 结果这个军队的克服人员 还不知道什么是六四 他一直 你在说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我身为一个体制内的基层干部 我不知道六四是什么 你在讲什么?上网查一下 找不到 我要打八九政治风波才找得到 好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一段 中国小粉红是怎么看待台湾人的 我到台湾去演出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知道那儿的小姐姐很温柔 到了那儿我才发现 哎小哥哥也挺温柔 怎么了怎么了 你到底想怎样呢? 我看了之后我心里有底了 我回家就跟我爸汇报 我说爸解放台湾真的没问题 派城管去就可以了 里面可以发现 他把台湾人对一般的人的那种礼貌 当作是台湾人很懦弱 所以他觉得打台湾派城管就可以了 人家房级的时候有这样? 有这样? 怎样啦怎样啦? 有这样? 我们台湾人敢上街游行 我们台湾人敢呛官员 我们台湾人敢冲立法院 小粉红 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上访是怎么上访? 下跪 下跪 请官员来帮我伸张正义 因为我被官员欺负了 我的钱被中共拿去了 所以我要请中共帮我做主 请中共帮我去打中共 帮我讨回中共拿走我的钱 所以我们从这段影片 也可以窥知中国社会氛围的意义啊 就是在中国 你越有礼貌 你越温柔 人家会觉得你怕我了 温柔你对他的礼貌就代表 你的地位比他低 所以你要对他毕恭毕敬 因为他们也是这么对 比他们更高的官员啊 比他们更有钱的人 他们也是这样去拍马屁的 所以他们会认为 台湾人对我这么温柔 对我这么礼貌 是不是有目的 是不是想拍我马屁 所以他的位阶肯定比我更低 你们不用否认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氛围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帮小小见啦掰!